中華隊越南的足球大戰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洪秀柱也出現在觀眾席裡頭 要來力挺中華隊 而且他身穿著藍色戰袍 兩隻手臂還貼了國旗貼紙 全場是賣力的大喊加油 只可惜這場比賽 最後中華隊是以1比2落後 朱柱姐以前常看足球嗎 我都在電視機前面看 第一次到現場 現場真的是第一 洪秀柱穿上中華隊服 手臂硬著國旗 今天不說政治 不分藍綠全都是中華球迷 中華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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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會會 世祖亞洲區資格賽 第二輪中華隊上越南 也是洪秀柱 第一次到現場看球賽 票也是自己買 一開始不懂規則 不斷向身邊的足球達人 咬耳朵討教 連喊加油也滿半拍 現場跟電視機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很刺激 刺激啊刺激啊 好可惜啊 差點刺激 天啊 怎麼門守得那麼好啊 下半場開始進入狀況 進球時刻朱柱姐也跟著全場一起嗨 還拿著手機左右搖擺加入登海行列 雖然最後中華隊不幸落敗 天宮也不作美下起大雨 剛剛加油的國旗瞬間慘變成 哲宇棚 逐街的球賽出體驗不能算是圓滿 也終於落幕 記者綜合報導